信仰其实只是单纯的宗教形式 为了让不同的宗教有交流 美国洛杉矶每个月会举行天主教跟佛教的对谈 这个月是来到位于圣地马斯市 此际的美国总会来进去举行 在讨论的过程中其实发现 不同的宗教有异曲同工之妙 宗教对谈在美国已有24年历史 每年都有不同的主题 今年谈的是天主教基督教中的受洗 也是佛教的皈依 美国是个种族大熔炉 特别是在洛杉矶 亚裔跟墨西哥移民众多 因此宗教之间的交流 能够了解各民族的文化性 也是乡米种族冲突重要的一环 你发现在谈论中的一环是 你会有多不同的一环 这就是一个宗教 你能够能够能够看到 你自己的宗教的传统 在新的一种方式 我变成了基督 但在日本我做了禅语 所以我死了 我没有想到哪里去 我相信如果一个人 真的认为我们是在一路上 我们不必须感到 每个人都必须和我认同 要受洗才能得永生 还是得皈依佛门 哪个宗教才能得到心灵的成长 当宗教跳脱了形式 这样的对话开启更多可能性 大爱新闻王伟玲 温秀莹 美国洛杉矶报导 没有